这样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不安 乘托是船上的必备 也是健身的最好器材 那我来试一下 最好器材 那我来试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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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沉啊 有多重啊 80斤啊 这是做什么用啊 水深水流比较急 那个网的话就浮起来 衬多的话就压这个网 压到底下去 这个鱼的空间才能大 才能摇得比较大 要不然的话 刮到网的话 这个鱼的话就容易受伤 这一片海域平均水深80多米 深海网乡 如根系发达的巨大浮平 在秤砣的重力作用下 网目张开 形成圆柱形的半封闭水体 稳稳地扎在浩渺的大海上 一个网箱的话 大概要18个到10个 据说也能看一种台风的 这个重量了 要射几个台风 我是应该不怕的 外海风大浪急 水体交换频繁 氧气充足 水质好 盐度高 养殖的金鲤鱼品质好 半小时以后 刘炳全的捕鱼船 靠近了深海网乡 网乡内巨大的网兜 是天然的鱼网 网兜逐渐收紧 缩小的包围圈 将鱼赶到一个角落 成千上万的金鲤 在水下开始躁动 刘炳全的心 悬在嗓子眼上 这个鱼的话 是七年的过冬鱼 这正是刘炳全 心里的秘密 把年前的成鱼 养到年后销售 当地称这种鱼 为过冬鱼 一般人看来 这并没有什么稀奇 但是对养金鲤鱼来说 却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个金鲤鱼 它最适合的生长 水温的话是 25到31度C 有害高温度的话 它湿液会下降 低温的话 大概14度C以下 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实 低11度C 这个鱼就会死 海南常年气候温暖 但是到了冬天 气温偶尔也会在 15摄氏度以下 金鲤鱼就会停止生长 遇到极端天气时 还可能降到 11摄氏度以下 金鲤鱼冻伤或者死亡 都是巨大损失 金鲤鱼越冬 需要高超的养殖技术 牛饼全养过冬鱼 是头一次 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保证成功